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张志斌 一起来关心今天4月24号星期一的重要新闻 众所瞩目的法国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结束 得票数最高的前两名分别是 支持欧盟的中间派候选人马克宏 和极右派的候选人勒庞 而他们也将在5月7号的第二轮投票当中一决胜负 根据统计 法国的合格选民有将近4700万人 而首轮总统大选当天的投票率则高达80% 根据法国内政部最新的计票结果显示 中间派前进党的马克宏得票率达到23.7% 稍微领先极右派候选人 国民阵线党魁勒鹏 而这次也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非主流政党候选人 晋升第二轮投票的局面 现年39岁的马克宏 曾经任职投资银行 由现任法国总统 弗朗索瓦奥朗德一手提拔 并在奥朗德的政府中 曾出任经济部长 2016年他辞去职务 发起前进党的政治运动 独立组织总统竞选活动 他也是第一位同时不被法国两大主流政党 社会党和共和党支持的热门总统候选人 他在竞选过程中 成功赢得了选民中的年轻人群体 对现实保持清醒和积极态度的选民 以及反奋青群体的支持 目前 外界普遍预期支持欧盟的马克宏 将很有可能会在5月7号第二轮的投票中 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反移民 反欧盟的极右派民粹主义候选人勒庞 进而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而由于曾经担任经济部长的马克宏 在首轮投票当中领先 使得外界对于法国脱离欧盟 和恢复使用发廊等等的忧虑有所减退 欧洲股市因此明显的上扬 正在进行的法国总统大选 也直接影响到了全球股票市场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道琼斯指数 今天早盘大涨1.05%或216点 报收在20763.81点 而欧股也气死如虹 欧洲STOKE 600指数的涨幅超过2% 法股更是涨幅高到4% 冲上了9年来的高点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随之上扬 汇价一度升破1欧元对1.09美元的价位 根据分析 遭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绝大多数投资人支持 亲欧盟的中间派候选人马克宏 希望他能够击败极右派的勒鹏当选总统 而他在首轮的投票中的胜出 也为投资人带来了信心 将焦点转向北韩 正当美国的航母卡尔文森号 抵达朝鲜半岛海域 跟韩国的海军举行联合军演之际 川普总统23号晚上先后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 商讨关于北韩核武的问题 根据日本新闻网的报道 25日是北韩人民军的建军节 日本政府认为 北韩人民军有可能在建军节的当天 举行第六次核子试验并事发弹道导弹 为此首相安倍晋三在24号上午 与川普总统举行电话会议 就北韩有可能采取的这些举动协同对应 同时将要求中国采取措施 阻止北韩可能采取的这些鲁莽行为 而中国方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川普总统 就北韩局势等问题通电话 这也是中美领导人在一个月内的第三次对话 根据中国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在电话中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 呼吁各方克制 避免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 而白宫方面则透露 川普总统在此次通话中 批评北韩好战 引发局势动荡 他与习近平一致同意 北韩的导弹与核武计划 构成迫切的威胁 会致力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 而与此同时 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 人民武力部长朴永直日前公开警告 北韩已经部署好精准及先进的武器 随时准备攻击美国以及盟友 并声称 人民军已经做好了基层 美军核动力航母的准备 扬言会用核弹将敌人炸成碎片 另外 北韩23号在平壤逮捕了一名韩裔的美国公民 这也使得美国与北韩的关系 在朝鲜半岛和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 变得更为紧张 前总统奥巴马今天上午在芝加哥大学 举行了公开的演讲 这是他在卸任三个月之后 首次的公开演说 希望能够鼓励美国的年轻人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这场演讲是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 奥巴马首度现身参与公开活动 而时间则刚好是在川普总统29号 即将上任满百日的前夕 演讲有将近300名的学生受邀参加 而奥巴马办公室今天也透过新闻稿指出 奥巴马卸任后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鼓励美国年轻人 加强参与地方与全球的事务 而这场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演讲 主题是社区组织及公民参与 奥巴马就此与现场的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问答和交流 早在卸任之前 奥巴马就已明确地表示 他离开了白宫后 仍会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关心时政 奥巴马的助理表示 奥巴马在下周还将参与其他的公开活动 但他并不打算对于川普的政策做任何的评论 文区消息方面 亚马逊网店Amazon.com 即将在圣河西Santana Road购物中心 开设实体的店面 这也是继2011年Borders书店倒闭之后 Santana Road首次有新的实体书店开张 这个全新的店面将有5500平方尺 位于Tenter Lake和Santana Road交口 这个地点原本的店面是Rocks Brothers 这也是继2011年Borders书店因不仅其关门之后 Santana Road首次有书店开张 亚马逊实体书店目前在圣地亚哥 西雅图 波特兰 芝加哥和麻州都有分店 如今 湾区的第一批书店除了Santana Road店纸之外 还有位于Warnet Creek的Broadway Plaza的店面 亚马逊发言人表示 亚马逊目前正在湾区招兵买马 除了招募Santana Road的店经理之外 Santana Road店经理之外 Santana Road 和旧金山也都有职缺 自从2011年经济衰退 再加上网路出店的崛起 使得知名的实体书店纷纷关门 分析人士指出 如今亚马逊由网路跨足实体书店 使得零售业者受到压力 必须同时维持网路和实体店才行 直来NBA季后赛 奥克拉克马雷平队的明星后卫 Russell Westbrook 威斯特布鲁克 在对休斯顿火箭队系列赛第四场比赛当中 虽然写下了NBA近20年来 最快的季后赛大三元记录 但雷平队中场仍然以些微的差距败倍 系列赛陷入了一胜三负的绝对劣势 来看今天优势体育综合报道 雷霆队昨晚主场迎战火箭队 一开赛气势如虹 首阶以26比22领先 直到第四节决胜期 火箭替补中锋 老将希拉里奥突然发威 攻下10分 并且和主控哈登等人联手 单节打出40比32的比数 率队逆转 雷霆队中场以113比109 四分之差不敌火箭队 雷霆主将威斯特布鲁克 昨晚上半场打完 就已经搅出了17分 10个篮板 10次助攻的大三元 写下了NBA近20年来 最快的季后赛大三元的记录 但雷霆队却仍然不敌火箭队 系列赛已陷入了一胜三负的绝对劣势 克里夫兰骑士队 与印第安娜溜马队的第四场比赛 骑士队超级球星 詹姆斯个人独拿33分 率领骑士以106比102击败溜马队 四场全胜很少晋级 而赛姆斯季后赛系列赛的很少次数 也达到了第十次 超越了马次队退役球星邓肯的九次 成为NBA第一人 另外 波斯顿塞尔特人和芝加哥公牛的第四战 塞尔特人队的汤马斯同样独得33分 带领塞尔特人以104比95击败公牛 克服客场劣势 连拿两胜 双方系列赛变成二胜二负平手 最后看到的是犹他爵士队与洛杉矶快艇队的第四战 爵士队整场比赛大半时间都处于追分状态 眼看要陷入一胜三负被听牌的局面 但老将Johnson此时挺身而出 连续轰下11分 加上英格斯和胡特的及时三分球 最后爵士以105比98上演惊奇的逆转胜 将系列赛追成了二胜二负平手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